先是黑白色調隨後變換為繽紛顏色 象徵植物綻放的過程 三宅一生秋冬時鐘秀 七月底才在線上展出 沒想到九號就傳出 時尚大師已經告別人事 病逝消息掩蓋四天才曝光震驚全球 三宅一生1938年出生廣島 大學畢業後前往法國 學習傳統高級定制服的技術 後來更前往紐約研修 1971年創立品牌三宅一生 一九七三年首度參加巴黎時裝 週就大受好評 三宅一生打破外界 對服裝的既有概念 皺褶剪裁享譽時裝界 開創全新服裝思維 一九九九年他將品牌交給徒弟 龍澤直己後 還是活躍於時尚圈 更因為是廣島原爆幸存者 貨班勳章 只是近年因為生病 三宅一生較少出席公開活動 像是二零二零年巴黎時裝週 本尊退居幕後 在碰上疫情攪局 三宅一生大多從家中 關注旗下品牌新企劃和動向 沒想到卻在八十四歲圖傳噩耗 在有人陪伴下於東京都內醫院 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形勢低調的他已經交代 不會舉辦葬禮與告別式 粉絲只能從三宅一生的經典設計 緬懷這位時尚界傳奇巨匠 三立新聞綜合報導